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两个重要的话题 首先 中国股票市场正面临一个重大升级 BCA Research的分析师指出 当全球风险资产面临市场估值过高 和制造业周期疲弱的新危险时 中国股票可能成为全球基金经理避险的新选择 尽管全球市场在今年的反弹缺乏深度 但中国国有基金的市场支持 可能会减轻潜在的下跌风险 然而BCA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前景 仍保持悲观态度 认为经济基本面低迷 通缩削弱了企业盈利 其次 深圳成为首个购买未受房屋的一线城市 加入其他响应政府号召 帮助拯救房地产行业的地方政府行列 深圳市公共住房集团 计划购买企业未受的住宅 公寓和员工宿舍 作为经济试用房 这一举措是中国当局在5月宣布 历史性救援方案的一部分 旨在解决房地产行业的库存问题 然而 这些计划面临挑战 如未受房屋的定价和供需不匹配 以及在贷款基金规模的限制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自南华早报 主要探讨了中国股票市场 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下的特殊地位与表现 以及深圳市在房地产市场面临困境时 采取的政策措施 根据BCA Research的分析师们的观点 当全球风险资产面临估值过高 和制造业周期疲软的新威胁时 中国的股票可能会成为全球基金经理 减轻损失的一个选项 BCA在其周三发布的报告中 将中国在暗股票 在全球和新兴市场配置中的评级 从中性上调至超配 同时 这家公司也将可投资 或离暗股票的配置 从低配上调至中性 指出在市场抛售中任何损失 可能会受到限制 报告中提到 预期在熊市中 中国股票的跌幅 将小于或等于其全球和新兴市场同行 并且中国国有基金的潜在市场支持 可能会减轻潜在的下跌 全球股票市场在周一的抛售中 损失了超过6万亿美元 BCA指出风险资产 未能克服关键技术阻力 这可能会导致熊市 今年的市场反弹缺乏深度 主要由大市值股票推动 尽管短期指标显示股价已超卖 但中期指标却没有显示出同样的情况 以昂贵的美国股市为例 BCA的数据表明 所谓的壮丽七巨头 苹果 Alphabet 亚马逊 Meta Platforms NVIDIA 微软和特斯拉的市值 相当于7637家中国股票的总市值 尽管对中国股票的升级 在某种程度上是战术性的 BCA对当地市场的前景 依然持悲观态度 由于需求疲弱 未来6个月的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仍然低迷 同时通缩削弱了企业盈利 BCA表示 全球制造业新订单的急剧下降 表明新兴市场股价和货币将进一步下跌 除对美国的出货 以及与AI相关的半导体销售外 全球和亚洲贸易并未复苏 商品价格仍面临进一步下跌的风险 本周 亚洲股市的波动性增加 华尔街的恐慌指数 BIX自1990年以来剧烈飙升 BCA还指出 离岸中国股票比在岸股票 更容易受到全球风险情绪的影响 因此 在全球市场下跌期间 中国可投资股票并不预期 会表现优于其他股票 依然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一方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 深圳成为首个购买未受房屋的一线城市 加入了其他响应政府号召 帮助拯救陷入困境的房地产业的地方政府行列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支持的 深圳市公共住房集团 在其官方微信账号上发布通知 计划从企业购买未受房屋 用作经济试用房 该计划考虑购买面积 不超过65平方米的住宅 公寓和员工宿舍 但优先考虑整栋建筑 这个计划将持续到10月31日 这一举措 距离中国当局在5月 宣布历史性救援方案近三个月 其中包括为地方国有企业 提供3000亿人民币 约合420亿美元的再贷款基金 用于购买未受房屋 作为经济试用房 根据房地产业智库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 重庆市 云南省省会昆明市和辽宁省大连市等10个中国城市 已经推出了类似的计划 深圳作为中国的科技中心 是北京 上海和广州之外的 第一个采取此类措施的一线城市 上个月 北京市的一个房地产业代理协会 在市住房局的建议下 启动了一个试点计划 鼓励房主已就换新 根据该计划 房主可以预定新房 协会将帮助他们出售现有房屋 就房出售所得的现金 将作为新房开发商的首付款 截至周二 已完成了一笔交易 预计很快将完成约18笔交易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副研究主任徐岳进表示 去库存一直是房地产业的重中之重 地方政府推出的购房计划 已成为清理房屋库存目标的有利工具 然而 这些计划仍面临挑战 如未受房屋的定价和供需不匹配 虽然在一些对经济适用房需求强劲的城市 比如一线城市和核心二线城市 房屋库存相对较少 开发商不太可能打折出售库存 截至六月底3000亿元中的仅剩121亿元 这个基金只能购买7.6%的新房 远远低于市场复苏所需的数量 综上所述 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中国在按股票因其相对的市场支持 而被视为潜在的避险选择 同时 深圳市等中国地方政府 在房地产市场采取的购房计划 显示了政府在应对经济压力时的积极姿态 然而 这些措施能否实现预期效果 仍需进一步观察和评估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谈中国股票或升级的话题 在全球市场动荡不安的时候 中国股票成为了避风港 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啊 BCA Research的分析师们表示 中国国有基金的支持将减轻熊市风险 这简直是一记强心针 楚天书 你这乐观的有点过头了吧 中国股票升级是好事 但这背后是不是有点自娱自乐 国有基金的支持固然不错 但别忘了 需求疲弱横通缩可是让企业盈利 被削弱得像被吃掉的月饼一样 这不就是在熊市中下跌少一点的止血贴吗 琪琪 你可真是爱唱反调啊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 国家大力支持的市场往往能走出困境 你看2008年金融危机 美国靠着政府出手就是 经济不是复苏了吗 而且中国的科技股市值 已经相当于全球市值的七巨头 这难道不是投资的好时机吗 楚天书 你这样说可就有点瞎子摸象了 当年美国就是可是砸了数万亿美元 而中国这次的举措呢 仅仅是地方政府接手开发商 为售出的房屋 这顶多算是打蛇促销吧 况且 深圳计划购买的房屋面积 不超过65平方米 这种经济适用房能 解决多大问题呢 琪琪 你这也太悲观了 深圳加入地方政府 购买未受房屋的行列 这可是具有示范效应的 这不仅能解决房地产行业的困境 还能增加经济适用房的供给 两全其美啊 地方政府的这种 以防养式的策略 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期待吗 楚天书 你这就是典型的 阿Q精神了 这些措施看似美好 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 你知道吗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 3000亿元的在贷款基金 到现在只剩下121亿元 这像是借钱买楼却发现钱不够了 这到底能起多大作用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